我們來關心金融時報報導說 在這一次以巴衝突被徵召入伍的 36萬名以色列的預備軍人當中 這個比例很高 10到15%是所謂科技業的員工 所以要請教蔡老師 這會不會讓整個科技業 出現所謂以色列的真空危機 我想以色列受到哈馬斯的攻擊 當然對於科技重鎮以色列來講 當然整個科技產業一定會受到影響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以色列 大家都滿愛國的 所以在徵召軍人裡面 有這麼高的比例 10%到15% 坦白講對於以色列的科技產業 衝擊一定是有的 特別是這些科技大廠 也都在以色列設有這種研發中心 但是往比較好的方向去想說 因為這些設計公司 他們的研發中心 都不會只有設在一個國家 他們可能會在全球各地 就像我們台灣這些IC設計公司 其實大的這些IC設計公司 其實在全球世界各地也都有設廠 所以他們在每一個地方 都有設廠的時候 他們要去調配 他們的一個業務的時候 我想這個調配的能力 是比較高的 他跟這個工廠要移動 跟供應鏈的轉移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以色列一旦受到這個 戰爭的威脅的時候 就整體的區域風險來看 一旦時間拉長 對全球的影響還是會有的 最大的影響來自於說 一旦有戰爭 對全球的經濟一定都不好 當全球的經濟都不好 然後物價又開始往上漲 的壓力的時候 美國的聯準會要降息的可能 當然就會更低了 一旦美國這個聯準會降息的 可能性更低 整體的經濟就會面臨這種 高利率的一個風險 當然就會更大 好 好 好